剧本茶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 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 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 发现各部门 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 就是跟同事玩的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 自己是谁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色谱跟色盲 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 跟绿色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 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 就算有一天 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 举起手是吧 也不会有人觉得 我有遗言要说是吧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此是少年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我那天的表演 都会别神奇 全都是 你们说 徐志胜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喜剧原理呢 我想明白了 暴力丑学 大家好 我是盲波 准备好了吗 我要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你们四个该拍就拍啊 别往后等 后边不一定有 好不好 听人劝 听人劝 对不对 我听人劝 你看看哥们这人气 气人不气人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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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特别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 透明大会支持我们 不容易不容易 很热的天气 更不容易的是我自己 是吧 我已经第四年 参加特别大会了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 自己还能在这个舞台上 获得什么了 不像这些新演员 他们很多人就很直接 也很现实 只要淘汰掉了 两个我这样的老选手 下半年就能接到广告 走到决赛呢 就能参加吐槽大会 一不小心拿了冠军 公司还会把最红的女演员 分给他炒CP 当然啊 我觉得这么说 其实是有一点点 不尊重女性的 对吧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是一个女演员夺冠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 女演员夺冠 如果是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怎么办 如果是你一个女演员夺冠了 公司就没有一个男的 能配得上他 我其实 我其实都不是很理解 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 课CP 听到这些信息 就非常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喜欢的东西 我现在都不太理解 剧本沙我就不太理解 你们会玩剧本沙吗 会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玩剧本沙的朋友 你们平时是都没有工作吗 就是不知为什么 你们休闲娱乐的方式 是从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里 专门抽出几个小时 就是为了跟一群陌生人 开一下午的会 剧本沙也太像开会了吧 就是一进门 先给你一叠厚厚的材料 是吧 然后你看着看着 发现各部门 已经开始互相丢锅了 而且最怕的 就是跟同事玩的 玩着玩着都分不清 自己是谁 都急眼了 你听我说 那个项目确实是我搞黄的 但人真不是我杀的呀 我也不太理解年轻人的饮料 我现在连奶茶都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奶茶里能放那么多东西 前几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里面有糯米 燕麦 豆沙 芋泥 还有一整个的咸蛋黄 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大哥 是怎么混进来的 是吧 我感觉我喝的时候 我喝的都不是奶茶 这就是一个对了水的粽子 我喝的一半是吧 噎得实在不行了 我开了一瓶八宝粥 往下顺了顺了 这款奶茶 这款奶茶的名字叫全家福 看到它那一刻 我全家都服了 不过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杯奶茶 给了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喝这杯奶茶的时候 我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安定 这杯奶茶给了我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是吧 就算当时地震了 我都不害怕 光凭这杯奶茶 我就能坚持好多天 救援队来了 我都会很大肚 说你先去救后边那个单元 我不着急 我至少还能坚持三天是吧 你看我刚喝完奶茶 包括买盲盒的朋友 喜欢买盲盒的朋友 我也不太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买盲盒 盲盒不是摆明了骗人吗 我觉得盲盒不就是小焕熊干脆面 他还干脆没有面 你想盲盒里卖的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吧 因为真正的生活必需品 是不可能以盲盒的形式销售的 菜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卖盲盒的 不然每天都会有人在那个菜摊前 虔诚地祈祷是吧 今天让我抽个蒜吧 哎呀 啥礼拜没吃蒜了 哎呀 我觉得你只要小时候上过那个 小焕熊水火卡的当 现在就不应该吃盲盒的亏了 对吧 当时我为了收集一张送姜 我家里有二十多张李逵 你知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 二十多个李逵 拎着四十多把大斧 就这样看着我 我们的哥哥呢 我当时 虽然已经丝灯了 但是我还是要展现我全部的技术 我当时拉开那个抽屉 我就感觉像拉开了一个 宋江粉丝团一样 我们的哥哥呢 而且当时小时候还有传说 就说不同地方的面 里边的卡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商家也很能用这个制造焦虑 就是小卖部的老板 经常就悄悄跟我们说 我最近进了一批不太一样的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梁山好汉故乡 山东来的货 我听说都有人开出孔子来了 我觉得盲盒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公平嘛 机制很不透明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买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正的公平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你还这么卖 没有问题 但我付钱的时候 也用盲盒的形式付钱 就这几个红包里边 一块十块二十一百 你自己选对吧 然后我们回家各自打开 你这个盲盒值多少钱 就看我们自己的手机 然后你一打开 然后你一打开说 你这个钱上印的头像 怎么是宋姜啊 恭喜你开到我的隐藏款 我觉得大家都会对 选择多这件事被迷惑嘛 都觉得选择多是好事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们来看 电视机前的朋友来看 也像拆盲盒一样 在想今年这么多新来的朋友 里面能开出几个宋姜呢 几个宋姜我不知道 但是肉眼都能看到 长得像李逵的 已经有好多了 是吧 所以朋友们 如果是为了省心 还是可以支持支持 我们这些老演员 我们就是明码标价 薄利多销 我今年的原则就是 只要有人看 我就一直演 则瘦就一直勾往 谢谢大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 说过的秘密 好吧 我是色弱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 讲的时候 他们也会用你们这种 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 看着我 是吧 不用好不好 没关系 不是你们的责任 好不好 然后有人看到我 反应很奇怪 说 你是色弱 那你 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你不是变色龙 不用这么玩了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 色弱色盲什么的 其实色弱跟色盲 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 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 那个红绿色盲 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 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 其实我觉得 我们色弱色盲 还挺可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 都做不了 你们能想象 灭疤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 你知道 就妇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疤崩溃 就可以了 就灭疤在那 诶 毁灭呀 诶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办座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 跳出来谁是绿巨人 就算你赢好不好 我这很小的时候 就发现了 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 然后局势非常胶着 但是我那天走出了 出奇制胜的一招 当时在我爸看来呢 就是我用他的马 把他给僵死了 我爸当时都懵了 说 有三匹马的对手 好难战胜啊 而且我当时表现得 非常嚣张 我说 来呀 我愚蠢的父亲 是吧 我爸说 孩子完了 对吧 你想这孩子 心里这么健康 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 你们体检的时候也看过那个色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环节非常的荒谬 因为你们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们不知道 其中有一页 我看起来是一头鹿 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看起来 是一匹马 所以就显得不仅我不认识颜色 我还不认识马 我觉得还不如干脆一点 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 正常是吧 我看到一句话 哈哈哈哈 又得注意个色毛 挺 而且色肉对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 我下各种棋的水平 就参差不齐 是吧 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 你们大概也能想象为什么 是吧 我象棋就主要看阶段 越到残局我越厉害 跳棋就主要看人数 你知道吧 六个人下着跳棋 在我看来跟体检没什么区别 吓着吓着我就会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给他看啊 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色弱 我现在已经32岁了 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 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 大家会觉得 我跟大家不一样 而且你们知道 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 才伤害别人是最直接 最残忍的 小学的时候我体检 查出来是色弱 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 我是色盲了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 是吧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 我啊你们班有色狼吗 而且小朋友 连安慰人都很伤人 是吧 还有人跟我说 哎呀没事没事 你不要难过 我读过十万个 为什么 狗都是红绿色盲 但是你知道那些狗 每天过得多快乐吗 我说谢谢你啊 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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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线危险 和判断不了的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就生怕周围人 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 生怕周围人看出来 我甚至一度 把茶色盲的那个本子 整个背了下来 这个方法呢 我是在百度色肉吧里找到的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 我们贴吧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色肉吧跟借色吧 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示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虽然背起来了 但我怕我背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怕我背错了 我非常担心 我走过去 我非常自信地说 我说大夫 麻 大夫说这一页是数字啊 我说大夫 麻 上我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催 所以非常的紧张 但是那天排队 排着排着队 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 因为那天我看见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 在背势力表 最开始我还没发现 我以为只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是吧 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特别讨厌这种 一对一的直接的battle 尤其是你知道 有一个心里 看起来就很阴暗的人 站在你背后的时候 真的太激烈了 我觉得这一轮 我必须要聊点 这个有劲的话题了 朋友们 我变了 我要聊聊男女话题了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 好好聊聊我这个性别 聊聊男的 我发现男的 真的很容易走神 就很容易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我老婆最近就经常抱怨我 我发现你最近 就经常不好好听我说话 我说啊 你说啥 你看看这视频 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男的就是会时不时 做一些这种 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只有男的 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 莫名其妙 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 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知道就是 这种幼稚 其实是不分场合的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公司 开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 会议室后排一个大哥 环环狙击手 投了一个篮 关键是在场所有的男的 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甚至我们心照不宣 知道这个大哥球没投进 因为会议室 另外一头一个大哥呢 抢到了他投丢的篮板 还帮他补篮成功 最后两个人在那 我见过最荒诞的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发现 周围的亲友 都没有在防守他吧 莫名其妙就投了一个篮 我当时就觉得婚礼 这么重要的地方是吧 连虎夫上的兄弟 应该都会隐隐 觉得不对劲吧 当然虎夫上 肯定还会有兄弟说是吧 对啊 他投篮之前 怎么连个假动作都没有呢 所以我也觉得难怪 也是婚礼上 都是新娘扔捧花的 绝对不能让新郎扔捧花 新郎扔捧花 保不齐就会有人是吧 胯下运求什么 假动作扔捧花 反正没有人能得到爱的祝福 而且总会有女生会问嘛 说每次男生 这种空气投篮的时候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惭愧啊 我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 做这个动作最频繁的人 我甚至因为空气投篮 把手扭伤过 但是作为空气投篮的专家 对吧 空气库里 我非常清楚男生 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想 因为男生也是人 我们只要想一下吧 也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愚蠢 你们知道 每次我把那个隐形的篮球 举到头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 接下来的事情 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还能怎么办呢 把球收起来吗 这就走步了呀 我真的怀疑是吧 我怀疑我这个习惯 早晚有一天会害死我 就算有一天 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 举击手 也不会有人觉得 我有遗言要说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此是少年 男的就是这样 男的就是能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 过得挺好的 就完全不在意 别人的眼光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发型 其实真的没有男的 在意自己的发型 就算是那些 已经几乎没有头发 上了岁数 涂成这种地中海的人 他们最多也只会留一个 全世界最欲盖弥彰的发型 就是我中间这个区域 确实已经不太行了 是吧 但我两侧的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只要我轻轻一遮 就没有人能发现 我的秘密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 surprise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直发这件事 我们的人生中 是不会有人去直发的 我甚至从原理上 都没法理解它 你们知道直发的原理吗 直发原理很奇妙 它就是把你的 后面的头发 薅下来一些 然后插在你的额头上 然后治疗就完成了 这是我见过 最拆东墙补习墙的 治疗手段 这就好比杨过去医院 然后医生说 杨先生 我们今天把你的左手 移直到右边 你就康复了 去跳绳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后面这些头发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怎么着 还有我出场的一天呢 从今天开始 人家就是刘海了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 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能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 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 结婚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 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就咣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领略到 女权的力量 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能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另外你上次 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 不结婚很多事 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 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 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 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 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 把本来两个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 还是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 两边眉毛 一边高 一边低 那一整天 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真的不想见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 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 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 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 在那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 这个轻薄日用行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就又 吓我一跳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是吧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 庞博 庞博 当时很矛盾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就是你们安保 还挺严格的 我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 你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电视上的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伪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说了个小小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过 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太奇怪了 笑得也太糟了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比如说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然后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也会有一队保安在那 快快快监控里 又看见变态了 大家好 我是毛波 太开心了 脱口秀大会办了四季 终于有人生出孩子来了 太开心了 我现在真的百感交集 我是总绝台唯一 参加了四季脱口秀大会的朋友 我在这个舞台上 感觉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变化 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审美的变迁 第一季的时候 不惭愧地说 长得帅是我的优势 大家看到我都 这小伙子长挺精神 还会说话 哥们当时是吧 实力大花瓶 但我不知道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的审美 就突然间开始 列齐了起来 就去年广志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 天哪 这是啥 今年智盛来了 天哪 天外有天 孩子好好死 哎呀 怎么还跨上故事了呢 你知道每次 尤其是智盛 从这个通道出来的时候 是吧 我感觉观众就有一种 被枪指着一样 不得不孝的紧迫感 我第一次看 我说这是什么喜剧原理 是吧 后来想明白了 暴力丑穴 真的 这剩给我们太多压力了 连广志都开始焦虑了 广志有一天拉着我说 哥哥 就 就咱们这些帅哥 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呀 你说智盛还得安慰我俩说 没事 这个长得帅 治不好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矩症 我自己讲 脱口秀这几年 真的是短短几年 但是起起伏伏 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完蛋了 即便是后来演出开始恢复 情况开始好转 我们上台也要戴口罩 做核酸 当时就是情况 就是但凡有一个人 健康码黄了 整个行业就黄了 明明我们就是讲个笑话 干出一种刀尖舔血的感觉 每次上台我看到观众 我都跟自己说 今天一定要好好演 因为我知道 台下做的是一群 为了快乐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后来也是 情况都在好转嘛 疫情也在缓解 然后脱口秀也慢慢好了起来 一度我们的票都很难买 对吧 还有观众来问我 说我的票买不到 说质问我 你们是不是跟黄牛勾结 你们是不是把票都卖给黄牛了 你这个演出 庞氏骗局 我个人真正体会到脱口秀真的火了 是去年有一次演出 我发现 连王思松都来看我们的演出了 我心想 连他都需要我们来给他提供快乐了吗 他是怎么抢到票的 那一天我真的很震惊 我上台前 我们的剧场工作人员才告诉我 他们跟我说 校长来看演出了 我说啊 谭永林来了吗 而且我会控制不住 有很多的那种胡思乱想 就是如果我今天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收购这家公司 如果我演得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出去 如果我演得特别特别好 他会不会把我从这家公司买走 然后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把这家公司送给我 你知道那天 那天他坐在我们剧场后排 大概这个方向的一个角落里 我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脱口秀演员了 当我那天回看我表演的录像 我发现平时 我是对着正前方演的 那天我稍微往这边偏了一点点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把我扭过来的 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上学都学过经济学对吧 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你过来 而且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摇摆 我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做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 跟做人的本能之间的摇摆 所以我有的时候 铺垫还是刻意冲着这边讲的 但我没有一个梗错过过 我那天的表演特别神奇 全都是 你们说徐志胜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喜剧原理呢 我想明白了 暴力宠学 那天李丹也在 那天晚上 是我2020年一整年 第一次看到李丹 火力全开 展示自己的搞笑天赋 我之前都快忘了 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了 感谢那一天 让我想起来了 原来领校园也可以懂脱口秀的 我这个梗就得是都拍灯了 才能讲 我这余光就一直在看 但我觉得 能讲脱口秀 真的是我们这群人的幸运 我仔细想过 没有脱口秀 我们可能真的会饿死的 你想 我们这个讲笑话的破技能 我们在大街上连要饭都要不到 毕竟你们看到 我们这么乐观 对吧 应该是没有人会可怜我们的 而且乞丐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 我仔细想过 我们这群人如果真的去要饭 大概也就王勉能勉勉强强养活自己 对吧 行行好吧 因为我不想上班 最后一场了 我想用我这几年写过的一些段子 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庞博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交大毕业的 我是交大毕业的 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帅 所以大家都叫我交大毕业生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色弱 这是一种绝症 但是我爸总觉得 这件事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来改善自己的 所以当时我刚从医院确诊出来 我爸就带我去超市 给我买了一套144色的水彩笔 但当时我还是很感动 觉得我爸好爱我 一下给我买了12套12色的水彩笔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关心 色盲色弱到底能不能考驾照 其实按照规定来说 只要你能分清楚红绿灯 去专门的医院做体检 就可以去考驾照 而且我的驾校教练 曾经给了我很多的信心 他说 你这个我见多了 没有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不好 所有的红绿灯 都是红灯在上面 绿灯在下面的 跟我念 上灯停 下灯行 有件事瞒了你们很多年了 我结婚了 过来人奉劝大家一件事情 结婚可以 千万不要随便拍婚纱照 放在家里真的太占地方了 处理起来又非常的麻烦 首先我也没有关系好到 能把婚纱照当礼物送的朋友 我也不能直接放在 二手网站上卖掉 更不能直接扔垃圾桶 不然邻居看到就会说 他们公司也太灵了吧 你们应该还记得 我初中的时候 跳过健美操 来一段 来一段是不可能了 真的 完全不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你应该只听说过健美先生 从来没有听说过健美操先生 对吧 而且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已经是我一生中 运动量最大的时刻了 工作之后 大家都没有什么时间锻炼了嘛 我现在每天 运动量最大的项目 就是吃健身餐 健身餐吃着也太费劲了 对吧 健身餐是我吃过的所有东西里 唯一配得上 让我用咀嚼这个词的 我经常吃着吃着 就跟旁边的碎纸机共情了 你知道吗 嚼到最后 我感觉我的咬鸡就在我的耳边 再这么嚼下去 我就是你全身最强壮的肌肉了 我觉得健身餐这么难吃 还卖得出去是吧 就是因为现在出门 啃驴花袋还违法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是个程序员 真的 时间过得好快 我现在自己都快忘了 自己当过程序员了 有一天我拉开我的衣柜 我说这些格子衬衫都是谁的 我都说程序员喜欢穿格子衬衫 但我觉得很片面 难道我们冬天 就不是统一着装的了吗 程序员到了冬天 特别喜欢穿冲锋衣 我也很费解 明明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冲锋的职业 真的 之前我们公司团建 统一发的冲锋衣 两队在那比赛爬山 一边穿着蓝色的冲锋衣 一边穿着黄色的冲锋衣 旁边的游客都很疑惑 山上有这么好吃的外卖吗 如果你们熟悉我就会发现 这个段子又像是我写的 又不太像是我写的 因为这是第一季 透口球大会的时候 我写的段子 而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个透口球演员 写过的第一个段子 你们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我是一个河北人 我们河北一直是一个 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地方 我觉得这件事 媒体有一定的责任 因为新闻里提到河北 往往都是北京 天津 及其周边地区 就是这个段子 让我相信自己 能成为一名透口球演员 陪透口球大会走过四季 我做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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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